四个南科用药 胜过西蒂纳菲 让你肾足抵气足 有效其为不费劲 今天给大家分享四个南科用药 效果我认为是比西蒂纳菲强的 因为西蒂纳菲治标不治本 而这三个药对症补肾治标又治本 第一个 生经胶囊 治合那种肾阳虚 肾经亏虚后引起的功能障碍 这种人平时容易出现腰酸 腿软 腰腿 膝盖发凉明显 以及怕冷 头晕耳鸣 健忘 记忆力下降 整天没精神等症状 甚至精髓少 比较清晰 舌头伸出来后 舌根凹陷或者有裂纹 整体舌头胖大 舌苔淡白 两边可能还有齿痕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就可以参考这个中程药条理 其次 左硅丸是和肾阴虚后引起的躁泻 疲软等问题 这种人会出现垫型的口干舌躁 身体躁热 手脚心发热 以及欲望偏大等情况 并且晚上经常失眠 睡觉后身体倒汗 除虚汗 舌头伸出来舌红少胎 舌面光滑 舌根凹陷或者有裂纹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就可以参考这个中程药 补真阴起宗筋 然后 疏肝易阳胶囊 这个是和肝于肾虚后引起的问题 毕竟男人出现阳尾躁泻等情况时 通常会伴有焦虑急躁的问题 更别说平时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容易肝于肾虚同时出现 这种平时容易出现急躁易怒 心里发堵不痛快 以及胸闷 胸斜 胀痛 腰酸 腿软等问题 舌头伸出来两边骨胀明显 舌根凹陷或者有裂纹 甚至干瘀气质严重时出现瘀血时 舌头上还会出现瘀斑瘀点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就可以参考这个中程药 最后 锁阳 固精丸 这个是和肾阴阳两虚后引起的功能问题 这种人怕冷又怕热 手脚可能上午发凉明显 晚上睡觉前就发热 并且白天稍微一动就容易出虚汗 睡觉时就容易倒汗 总之上述问题都可能会出现 折向上说不准 可能会出现裂纹明显的情况 但具体情况还得结合症状来看 如果你属于这种 那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滋阴补羊 总之这四个药 如果大家能弄清楚对症下药 调理起来我觉得要比锡里纳菲好 但是如果你情况复杂 拿不准自身情况 比如说肾阳血的同时出现了痰施 或者是体内瘀血比较重 那就需要在各自基础用药上再配上些 化痰施 化瘀血的中程药一起调理 否则效果是不好的 甚至还会上火 因此建议大家 如果搞不懂自身情况 最好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